大家好 欢迎收看《动漫情绪中架球》的《香港波士》 今周说超联战火重燃 但周中亦打了一场青鸣杯赛事 黄大仙对南华的李sir 南华亦很正路地发挥 赢了 赢了三分 但这件事亦是马不前提 基本上不是表示打完周中就去到周末 没有球打 是有的 因为南华这周赛事将会上演榜首大战对着东方 目前联赛榜中南华是第2位的15分 东方16分排第1位 即是1分之差 这场球内除非打和 否则绝对影响到榜首形势位置 先说说这场球 这场球也很肯牛丸考虑他的费力 其实我不觉得对牛丸有什么考验 球员之间大家都知道要有重要性 基本上一队球已经夹了这么久 应该那个默契是建立了出来的 不是因为教练 我经常都说队球员是具质素的 教练是不需要特别的 教练是在比赛过程中看得到哪里有问题 哪个对手的弱是如何提示那些球员 或者有作一些调动 是更加令到效果再好 最重要就是这一刻 其实要看牛丸的功力 就是只要看这场球 是 临场调配 好像东方在担当年时 问那些阿伯都知道 是 谁他教什么 就是中间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做到 一个现在讲超的 head coach是否真的要他落手落脚 是未必的 没错 这场球将会在星期日上演的 在旺角大球场 在五点半举行的夜晚 近黄昏 但在星期日中 还有一场球 大家千万可以的 都看一看 基本上是 因为这场球 其实 一定很劇烈 是生死大战 为什么呢 就是黄大仙主场 在虎山道运动场 将会对着元朗 黄大仙在目前联赛榜中 排在榜尾两分 但元朗也只能在尾尔 差一分 在这场球 黄大仙是令到这一周赛事 那几对球是很腾腾震的 首先 星期六有一场球 就是南区对梦想尽棋 这场球 原本 对上对下 都不是大影响的 但对南区就很有影响 为什么呢 南区就必须一分都要抢着 因为为什么呢 万一 星期日 如果他大意拿不到分的话 星期日 黄大仙能够击败到元朗的话 南区立刻会跌到戶口里面 是令到流浪也都落几对球 都会落到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你相信 就这场球来说 如果黄大仙 他就会有些 主场的好处 因为打那些 是 主场有好处的 你不跟元朗 加上状态 他都虽然最近那场球 回涌了 输了给南华 但其实他们都打得 不是特别差的 只是我们的质素和人脚 是不够的 是 比较上他会有些少的好处 你反观 元朗最近 在精英杯那里 我不记得 是和了一场 是 都不是一样 大家的实力差不多 只是一个发挥的 在黄大仙 如果他们可以保持到状态 他都在这个主场 他应该发挥 比元朗会好一点 是 这场球假设性 不要说赢 如果出现了打和的话 流浪是 即刻会由第七跌 到榜尾第九 因为就算是论德七球 他也是输过少 因为他已经打了 第七州的赛事 其他那些人没有 所以其实来说 老实说真话 他真的盲 盲望黄大仙 赢不到的输 是 因为起码 就算是绑不绑手 或者他位置没有变 或者打完之后 他跌下第八 仍然还有一个在他下跌 他爬少一级 要爬上去也先爬少一级 没错 所以这场球内 四队球互相交接 是绝对影响整个大局 尤其现在 吓到榜尾 腾腾阵阵那几队 基本上是 其实这周的赛事 是榜尾 和榜首的大战 是绝对影响到 因为踢到这一回来说 即是第一循环 都差不多打完的情况之下 是已经开始有些决定性的赛事 走出来了 对 只剩下一场球 也不要遗憾 杰志主场将会迎战飞马 是 杰志来说 坦白说 他有少少回落 但是问题 都存在于一件事 就是说 仍然都有一个优势 飞马来说 大家都知道 他亦都 心态上一场也不能输 你怎样看这场球 其实唯一一件事 杰志 他个别有些球员 可能稍微疲了一点 之前有港队拼搏得这么厉害 但是在那个周中 他们港队的时候 其他球员比赛的状态 又不是十分足够 所以在之前有场赛事 都不是那么好成 很辛苦打得 我相信问题不大 他们休息就应该好 因为这一队球队 今季来说 变动不是很多 稍为 叫做 走了一个就是张锋 没有了 阻挫 阻挫 否则就没有问题 应该 他回到 他应该回出来 始终我都是看好他 第一 他的决心会比 飞马那些强很多 因为他叫做两三届盟主 他不希望 跌到他这么凄惨 他希望爬上去 没错 所以他那个情况不同 但相反 飞马是否他们 不要争论 始终那些年轻的想法 再加上 会那里的领导层是怎样说的 怎样跟他们 去分析 赛事怎样打 始终是没有 没人知道 没人清楚 是 当然 譬如罗先生说 一定要赢 赢是怎样赢 怎样赢才可以 谁不知道想赢 相对之下 这个 杰志那边 比较好 无论怎样 星期六 将会在香港仔 运动场中 南区在地獄主场 对梦想尽期 南区不用想 因为他打第一场 以免夜长梦多 希望一定要得到三分 否则 他会被黄大仙 吓得有得阵 不能睡 基本上在两点半 接着 去到旺角场 五点半 就是杰志对飞马 刚才说了 星期日就是黄大仙对元朗 东方对南华 这周的港超联赛事 就到此为止 但我们收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说 对香港队 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李sir 因为中国国家队 背联 刚刚被国际 中国主业炒了 中国主业炒了 中国国家队 你会否觉得炒快了 虽然出线是危 未绝望 其实还有一件事 第一 未绝望 第二 很简单一件事 出不了线 这不是大问题 最主要他赢不到香港 就是影响大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令到军去赢 再加上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 说港东省港盃 喂 港东省一队这样的队 那些人脚 这样的人脚 是 都可以在输了波之下 一个反击搞掉 证明你那个领军才能 香港不是那么聪明 香港不是那么聪明 这个是 他们基本上是不输 就是不可以 不要说输 不可以不赢香港 这个519当年都是这样输 这样输了 如果当年很简单 中国队 和球都出线了 在主场你继续和就可以了 很急于要赢 很急于要赢 就给一个机会人搞定 再来一个机会又再搞定 就赢了你 有时有些东西 踢球有些策略 策略就是说 我强势的 我很强的 我一定要按刺你来打 如果我是高你一点 又有些主场失利的时候 我就要怎样打呢 那场球我和就可以了 不需要他那么急 都是想赢 都是赢 不过我们稳定 稳守 等机会出才再判 你看到很急 很急 想想想想 所以 一向中国队 都不是那个 实在是很精明的 所以一直都 不是那么容易 赢香港就是这样的 这场球里面对于香港队的 世界杯出线机会有多少呢 其实帮助并非很大 没有 可以经认的话 没有 但他会对香港 坐那个 次名 即是打入这个 亚洲足血杯 亚洲杯 一定可以更加踢香港到第三 现在这场球 都挺凄惨的 我相信 去找谁去接呢 一个热手户堂 虽然还剩下了一场马尔代夫 因为我相信 以中国人那种皮胜 中国的教练很少去接 一定不会执 这个烂摊子 他会觉得 大哥 以资家来接 真是冒险 绝对冒险的 那他做什么要做 对吧 如果你在季初 甚至第一场 在主场赢不到香港 就已经换 人家不同了 我有办法赢 但现在 他们对赢卡塔尔 那些不是那么大信心 因为现在最大问题 除非你换一个领队出来 你担保未来两场球 是可以全取6分 坦白说 要换领队 不是这个时候 因为你已经换慢了 是呀 也去到这一刻 剩下这两场球 是不应该换 你让他打满下去 有机会 换领队之后输球 还会让别人觉得 你不换就没事 换了就大事了 究竟现在扭担 我们很难猜测到 中国足协的管理层 究竟 首先第一 你换领队的态度 是否打算换了 你肯定拿到6分 还是会觉得 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出线机会 我觉得是拿不到的 卡纳尔有很大机会赢到中国 所以就是说你是输给自己 不是输给人 是了 输给自己 我们赢不到 他没有想到一样 一场球是没有输过 没有输过 赢不到而已 没有输嘛 为什么要换 反过来我已经是很冷 不是说是潑冷水 比香港球迷冷静一点的数据 其实就算今年2015香港 两个弯系迫和了中国队 虽然是一个很出众的成绩 比起30年前来说 仍然是少两分 因为当年519之翼 那个弯系是拿4分 首循环拿1分 在香港主场 再去作客北京拿3分 总共是拿4分 现在香港队只是在葛祝身上拿2分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那时候的把握力强很多 是 所以香港队在这一刻没有放弃过 基本上是 仍然很专注对卡塔尔的出事 竟然肯角触管理层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贝联是否一个好领队 我不敢评论 但你这一个举动 绝对影响未来两场球 整队球队都会影响那些球员 可能基本上那些球员 已经是熟习了一套打法 可能已经遮阔了路 突然间要他改过 除非你说那个是摩连路 我很恨你 那不是摩连路 这么简单 如果你换一个叫大伯伯 大伯伯 一声 整座万里长城都可以改变 没办法 染眼法也好 总之他有办法 现在你换一个来 未知他有没有办法 就去做 谁上位都是 我相信 找外国教练是一定有人想的 一定有人想的 那个可能在街边踢球 他也来的 肯定是来赚钱的 如果真是在外国找一个领队来 我当你出名 假设 莫耶斯都肯接 我告诉你 我不是说莫耶斯不行 不要以下评论 如果你找外国教练来接 死定了 这两场都肯定是死定了 你听我说 如果 这一刻你去找外国教练 不是死定了 死定了 你不会找到一个好的力量 是了 好的人会看回 这个形势 要来背锅的 没错 一个不幸 又赢不到 被人插库飞起 永远 不是真的好似 中国人说句话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那些要靠拼 那些人才会 所有人都知道 你现在中国足球 什么 不要说那么远 说上一届的世界杯 俄维赛四年前 香港队抽了一支下签 肯首回合 两个回合 对着沙地阿拉 被他大炒 但那一刻对着香港 你记不记得 后任主帅列卡特 列卡特这样的名气 握着沙地阿拉伯 对着香港 都不立刻上任 他说你赢了两个回合 香港 我就正式上任 是 没错 不是傻的 跑关江湖的教练 没错 你相对 米勞天奴域 对中国国家队 2022 一样 他打完 初赛回合 拿了个入场权 是 他已经请辞了 是 他已经请辞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拳路既窮 是 这些人是这样的 级数 如同这样的天使 这样的地利 这样的人和 你便有机会了 是 我不想失败 是的 到最后 中国终于跟他周旋 再给多些钱 他是跑江湖出来 去赚钱 是吗 是 不要紧要 你说就继续他做 最后 回到卓在洲 那三场 就死了 但是 他带了钱 他不用投得得行 我早就已经说了 是 如果你找外国教练 如果你找一个本土教练上 他只是想想 如何部署这两场 就是简单 但是如果你找外国教练 首先第一 他一定有很强烈的概念 套入中国国家队里面 第二 他对所有的中国球员 一定认识不深 剩下两场球 没可能会被得正 因为 比连他入中国国家队 都要 要花好时间才认识土关球员 你不是一些欧洲球会 觉得 我上罗尼加什么 那些会熟悉的 越大球会 他就越熟悉 你教中国足球 不是要认识球员最基本 是认识足球文化才最重要 所以我不相信 很胆地讲 如果他找我去 我也有胆地教 怕什么 我是什么人 我都叫他带过去 去踢这些 你找我 不是我去求做 这件事 没所谓 第一 我都要试试自己的 所以我说 不会找到好的教练 好的 不肯握 当然 假设地 中国队只要全取三分 在马尔代夫身上 就算输给卡达业 仍然可以用德塞球差 去骗香港 下去第三 但在这场球中 马尔代夫又不是站在等你来 基本上是 如果万一稍有差池 香港守着第二位 就机会率大 是啊 幸好你有些赛事 你仍然是在香港对卡达尔代夫 不是 对卡达尔代夫 之后才打 否则你更大 别人看着你 没错 不幸 我卡达尔代夫也赢了你 我就休息 他又可以 我纯粹做人情 纯粹给香港一分 你咬他不入 你说他打架球 你很难骂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不致 完全不致 你去到这一刻 改变局面的 不会很大的情况之下 你最惨 你是不是有 确定 有人 喂 我背上去 骑上去 会帮你搞 不怕的 我不怕 所以你让我做就行 没有人肯制 我正在做做教 你叫我背上去 就不好了 是 是 是吧 如果现在 你不制 不用也不要紧 外奸就会看到 当然了 他帮匪廉手 匪廉手就累了他 不会坏了 如果他背上去 你不够 你就没错了 没错 所以有些东西就 不会接受 不过我都相信 从中国主角来说 他暂时这场坡 都会找本地人 领军住 看谁肯制 看球员的心态 作战心态是怎样的 你这个时候真的要找一些 不是说一个教练 很简单 是 热情无用 是 一定要有经验 是 也能压得到场 否则 你什么东西就加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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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鲁波做过的 你叫他回来祭 是吗 是 球员都知道 你之前不成功 你被人解除了 你回来做 是 你不成功 就帮不了我们了 球员不会对你信任 是 你找过那些 未不见经存的 是 是 还大劑 没错 你那条毛病 教终甲 我们中超 我们一群 你够不够班教 可以的 中国人很坏的 你找现在 目前肯说 终甲 中超那群外籍领队 看看有没有人肯制 没有人肯制 我相信 为什么我要帮你做 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是 用那个模式 那时候难话 我正确是说 假设 讲笑 用史高 你带着整队恒大 来打这个 那就可以有机会 拿六分 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 因为恒大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本地球员 你收回下去 又扣不下去 是的 其实也不是 在这里说 都不是不可以做 可以的 因为恒大 用去做骨骼 恒大都有八九个球员 是的 有八九个 再倒下去 根本上是 最快刺 稍微迫切 钱 你叫做 不要说什么 叫做 兼 兼 拉你 也有两个月 香港代表队大事回顾 还有2015 港超联大事回顾 留意我们 上载YouTube的日期 亦都我们呼吁一件事 希望大家能够可以 去我们的Facebook专页 还有我们的YouTube订阅 帮我们帮忙 赞好我们的网页 还有订阅我们的网页 好 节目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一 仍然留意分认都会回来 拜拜